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胆的锋芒 大胆见周围的几只公猴蠢蠢欲动 飞越到附近大树的高处 用力摇晃树干 对他们进行恐吓威胁 暂时吓跑了他们 不多时 树林中的公猴们又制造了一场混乱 大胆家被这军暴徒冲着七零八落 四散而逃 老公猴长毛想趁乱在大胆的家里 抢走一个母猴 于是奔着大胆家的母猴 俊俊而来 俊俊好像对她并无好感 转身就要离去 长毛很不甘心 想在俊俊面前表现一番 证明自己饱刀未老 这回眼砸了吧 毕竟年龄不饶人 看着俊俊渐渐地远去 长毛显得十分地沮丧 大胆的妻妾担心混战中误伤了孩子 赶紧带着他们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小白趁大胆在远处驱赶入侵的公猴 又悄悄地潜入大胆家 这一举动又很快被大胆察觉 立刻返回来将小白驱赶出去 大胆家的一只母猴 在混乱中落单 被小白盯上了 大胆见状立即冲上去 把他抢了回来 几个回合下来 小白累得气喘吁吁 好在他年轻力壮 缓过劲来 又向大胆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大胆在这次交手后受了重伤 上树的时候 右腿明显使不上劲 受伤后的大胆战斗力下降 他向巨龙家人撤离战场 小白穷追不舍 大胆不敢练战 向树林的深处逃去 小白穷追不舍 小白在这里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两只公猴在树上对峙 大张嘴巴露出拳牙 向对方示威 小白用这种方式炫耀武力 准备向大胆发动最后一击 大胆只好硬着头皮带伤应战 这是一个关键的回合 交手后他们互换了位置 小白占领了大胆的地盘 这时 大胆已经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慌乱地逃到大树顶上 得胜后的小白 守在大胆与他的家庭成员之间 阻断了他们会合的通道 大胆忍住伤痛下到树中间 无奈地望着对手 几天前还是威风扒灭的大胆 此刻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 大胆家突然失去了家长 一时间乱得不可收拾 大胆的落败虽然让人同情 然而金丝猴群体 却需要这样的争斗 一个种群拥有强大健康的基因 才可能繁衍地壮大 深秋 万物凋零 不久前还是多彩绚烂的山林 此刻已然是枯败失色 金丝猴家庭争夺家长之味的争斗 与禁为生 大胆的几个邻居是个什么情况呢 金丝猴家庭争夺家长之外 感谢观看